反复聆听 反复加不同的副歌 终于找到我的天生一对 我只喝一种咖啡 我只喝一种咖啡 音乐卡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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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不醒过来 这就不是梦 请看着我 请拥抱我 体温别流走 好多话想说 好多事你要做 请天空给我 请时间给我 再多一点停留 身为一道彩虹 雨过了就该闪亮成天天空 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 我会成为一道彩虹 尽全力而要换你一段小纵 都无了 我爱你 不必忍懂 不必忍懂 好的北京时间十八点十分 各位收听到的 依旧是FM984 盟子广播电台 都市生活频率 这个时候蓝峰 继续为您送上的是 音乐卡尽 能不能说最后 好的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了 我们今天第一首 听到的歌曲 名字叫做彩虹 我相信很多朋友 是有听过这首歌的 而且呢 演唱这位歌的歌手呢 蓝峰应该算是很熟悉了 因为他参加了台湾的一个比赛 叫做超级星光大道 当然在 那个 咱们的 内地的某电视台 也曾经有过一个拉方的 星光大赛 然后他还有参与 然后到后面的 超级星光大道的 星光传奇赛 经过这样的一些比赛历练之后呢 我想他在音乐方面 或者 对于自己的未来方面呢 都会有一些 慢慢的成长的过程 而且他也是个很年轻的人 下面的事情 我们就要把这位歌手请进来了 哈喽 张鑫杰你好 哈喽 蓝峰哥你好 还有现场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鑫杰 好的 张鑫杰有一个名字 叫做闷哥 这个名字 我记得当时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都 会有一些小小的不习惯 内地的朋友 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习惯 你自己对于闷哥 对于我们称号来说 现在会不会有一些包袱或者压力呢 不会 我觉得反而好 就是给我做一个这么好的名字 这个会帮我取闷哥 是那时候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然后陶芝杰觉得我长得长相很长 然后声音也是不像我的年纪 不符合 所以他就帮我取这个名字叫曼哥 嗯 是 其实张鑫杰这 特别是去年到今年 是瘦了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我是有看比赛的过程的 所以 呃 后来有一次上康熙的时候 突然变瘦了 然后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 你是有 用什么样的方法减肥的呢 哦 就是我们光运动啊 还有光就是饮食也很重要 嗯 所以就用了 大约应该是两年吧 你从08年比赛结束 第一次的比赛结束 然后到10年 瘦了大概多少斤 喂 喂 15公斤 15公斤 哇 真的很厉害 其实除了这个瘦的问题之外呢 对于张鑫杰来说 发专辑也是 等了九年的时间了 对不对 是啊 对啊 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嗯 我们刚刚听到的彩虹呢 其实当时应该算是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听过 而且当时对于心血来说 应该是觉得 自己未来已经被谋定好了 被 已经全部都铺好路了 是不是 呃 其实也没有啊 其实这段时间 因为我们 那时候我刚先从去 我14岁去参加了一个比赛 更早以前 嗯 就参加过一个比赛 然后那时候才有机会唱到彩虹这首歌曲 嗯 然后那首歌 那时候在我们台北这边也相当红的 搭到一个剧叫做明阳四海 哎 大家都以为彩虹这首歌曲是动力火车唱的 嗯 其实是心血创的 其实我们都在一直在筹备啦 为自己下功夫这样 不只是比赛啦 还是一些在Pub著唱吸取一些就是经验 嗯 吸取这样全部统合起来 然后想说过了九年 然后因为我比完星光大道之后有千新的唱片公司 然后把这些九年的精华全部在这张专辑里面 打开心结一次的就是展现给大家 嗯 那这一次专辑的名字叫做打开心结 其实这九年的等待对你来说确实应该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心结 那现在终于可以发片了 当时就是一开始谈定说一定要发创片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十岁的时候那时候签了唱片公司 其实就唱片公司就一直跟我讲说 哎 要发片 要发片 嗯 可是一直没有到 一直没有像现在是发一个个人的专辑 嗯 是中间也有受过 也去被 有跟很多的公司一起去 洽谈说要要发唱片这样 其实嗯 然后都没有成功这样 然后结果这一次也是遇到同样的事情 就想说 哎 心结要发片了 其实我那时候想说 哦 其实我没有放很大的那个 就肯定能发的这种信 对不对 还是会担心说 可能会被搁置一段时间 是啊是啊 可是 我觉得我每次抱很大的期望的事情 然后都会很失落这样子 是 然后反而不去想 然后反而就会就会呈现 最后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 促使说 最后还是让你的这张专辑发行呢 嗯 其实我觉得 其实真的要谢谢昌命公司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 在比赛的时候啊 嗯 我就发觉到我这样子 其实也是很多 这路上来 其实很多人的协助与支持这样子 嗯 才有机会 在这个 今年的 这次发 我自己的个人手上的专辑 打开心结 对 OK 那这次呢 这也是对于张兴起来讲 最重要的一盘专辑了 打开心结 那其实这个名字 大家已经听到 打开心结呢 呃 这个 谐音上有一些关系 那对你来说 这盘专辑 其实总体的概念是什么 最想传达给大家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这张专辑打开心结 主要是还是在讲情歌为主轴 那就是 那这个跟我们的那个专辑名称 打开心结 是我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 因为我的名字叫心结嘛 对 打开心结 就是说 因为你们以往过去 可能都是看到我在比赛的那个状态 状况这样子 嗯 所以说 因为隔了两年 中间隔了两年 然后要告诉大家 重新认识张兴结 因为张兴结 他这个 在这个歌曲里面 有很多他想要说的话 然后也就是 也瘦身了这样子 然后就是换了一个新的命向 要让大家重新认识张兴结 重新出发 就是听我的歌 可以 我打开心结 然后让大家来认识一下 更深的认识张兴结这样子 嗯 你觉得专辑当中哪一首歌是 最贴合你的 相对来讲是最贴合你的 最贴合我的哦 嗯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一张的专辑 叫做 那个主打歌叫 爱了就沉沦 嗯哼 为什么这首歌会比较 适合自己的 各各各方面呢 嗯 我觉得毕竟 那他首先先讲曲风 因为他 本身还是一个 抒情的歌曲 对 然后再就是他也在讲 男女之间的感情 嗯哼 出现了第三者 然后 就是很可怜 这样子 怎么那么好的男孩子 为什么女孩子都不要 这样子 嗯哼 就讲说 嗯 其实 怎么讲 就是 就是唱这个 唱到我的心坎里啦 也讲到我自己的 就是以前过去的一些小故事 这样子 嗯 也代表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 怎么讲 介绍自己的一个作品 这样子 其实对你来说 比如这项就我哥所唱的 在感情上面 是不是也是一个 嗯 爱定了一个人 就不太容易变的 就是会 就算就算他离开你了 或者说发生了一些事情 你还是愿意 相对来讲 会愿意坚守在他身边 对啊 就是属于那种死缠烂打的 但是你的死缠烂打的方式 是什么呢 是静静的守着 等着 还是会做一些 比如说去感动他 或给他一些浪漫呢 嗯 可能 轻轻的等的话 可能应该等不到春天吧 可能会那种行动去表达这样子 嗯 但应该不会有一些太极端的嘛 对不对 不会啦 那这样 在这首歌的MV当中 自己也 把自己的这种故事 也大概的演绎了一次 当时有没有 演的时候 我心里面还是会有那种痛的感觉 会啊 其实 还是会啦 因为 会想到以前 那个以前的那种 情景 这样子 嗯 这首歌唱的就比较温暖一些 没有 没有太摇滚的那种感觉 你自己是有很喜欢这样特别抒情的歌吗 还是会更喜欢 我本身其实也蛮喜欢唱抒情歌曲的 嗯 摇滚的话 其实也 也喜欢 可是比较不擅长 嗯 那这张专辑当中 刚介绍了 刚提到的这首 爱来就沉沦呢 是相对情歌一些的 那专辑当中除了情歌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歌呢 哦 这张专辑呢 因为那时候制作 制作人都想说 哎 其实 其实我 其实我的年纪还蛮年轻的 对 那为什么在电视上面看 大家都是比较 就是 沧桑啦 好像历经 很多 那个风雪 这样子 然后 大家都会 都会觉得 给我下一个订阅 哎 这个应该都是 应该唱歌的这个人 应该是年纪有大了 成熟一点的 对 所以说 制作人在帮我 制作这个专辑的时候 有帮我写了两首歌 嗯 要符合我这个年龄的歌曲 像比较轻快的 像是那个 寂寞便利店啊 嗯 行李牌啊 那种比较 小男人的那种感觉 嗯 他也有比较小品的歌曲 叫做 风海在吹 这样子 嗯 自己因为 其实刚提到的这个 在电视上看起来会沧桑 可能有一部分也源于张欣杰 因为十四岁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就已经 刚提到的那个比赛 以及彩虹嘛 对不对 所以会让有一些人觉得 沧桑了一点 然后 嗯 现在应该不会了吧 我觉得现在 欣杰出了这一盘专辑之后 会让人觉得 更加的青春和洋溢了 是啊 是啊 因为可能大家会想这样沧桑 可是我觉得 其实是真的 就是可能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嗯 所以说以前 就我跟我哥哥住在一起这样 所以因为我爸爸又是公务员 嗯 一个礼拜后才见面 能见到两次 嗯 就要自己过生活啦 那生活费从哪里来 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去打工 从 差不多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去打工啦 在外面这样子 这样努力 然后 然后才会把自己搞得这么沧桑 这样子 你跑场还记不记得第一次登台是什么时候 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对 还记得那时候 很 大家抱着好玩的心情这样子 又可以唱歌 然后又可以赚外快 这样子 是 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就去唱了 还是 没有我们是跟整个乐团 那时候跟我学长啦 嗯 就组了一个乐团 其实我那时候回想起来 我们真的胆子还蛮大的 就 就是小孩子在做那种大人的事情 然后自己去 跟店家洽谈说 我们要到店家唱歌啦 我觉得这样想起来还蛮好玩的 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是 属于那种特别高兴 还是忐忑会更多一点 我觉得是高兴 可是 然后又很紧张 害怕这样子 嗯 那个时候 因为你人年轻嘛 年轻的时候总是会 嗯 不太顾后果的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也因为有了那样的一次机会 才慢慢促使你 在这条音乐路上 越走越远嘛 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这些以前的这样 历经这样过去 反而让我现在在歌曲上面的诠释啦 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 以前其实我做过蛮多灵工的啦 像是摆地摊啦 嗯 帮人家洗车啊 做洗车小弟这样 摆地摊的时候 这样吸收起来 对我的可能未来 可能会有帮助在唱歌啦 不管是什么方面 嗯 其实有些时候历练是 让音乐上的一种情感的宣泄会更加透彻的一种方法啦 是啊 是啊 OK 那其实这盘专辑当中 我们刚刚开头有提到 这盘专辑同时也收录了 呃 在很多年前 9年前发的一首歌彩虹 为什么要把它放到专辑当中呢 对对对 因为这首彩虹这首歌应该 其实对我来讲 在我的人生中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呢 想说在这个专辑 这次出的专辑里面 又把这个彩虹呢 又放进去 嗯 我也有唱一小段几秒的那个新的版本 新版本 就是现在的2011年跟2013年的版本 那如果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啦 就是可能在可能2003年的唱法 不会像就是现在可能 因为以前都是那种直冲的唱法 是可能内敛一些现在 那种比较没有细腻 那可能过了9年 只去听一下2011年的版本 可能会多了一些自在这样 其实我今天中午在好好听 呃公司发过来的歌的时候 我觉得听新版的彩虹 真的不太过 因为新版的 我所说只有28秒钟 对对对 为什么这次不把它重新拿过来录一遍 只收录这样的一个那么缩版的 嗯 其实就是要 其实就是要 其实就是故意不要唱完的 故意留学念 就是可以让大家回想一下这样子 做个比较这样子 而且放在专辑也是放第一首是吗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专辑 新人家听到第一首 想说这个是张兴杰的专辑 可能 因为以前是歌 以前是歌喉 然后人不喉 那现在大家如果先听第一首 听到这首歌 这首歌可能会让大家 可能会回想到一些画面 嗯 来开始进行到就是这个 整个专辑的那个歌曲 这样子 所以准备专辑的时候 包括专辑的整个 整个策划 你有参与到其中吗 嗯 多多少少 嗯 嗯 OK 那其实我刚刚影音乐 已经有听到吉他声在作响了 我估计 心切已经快安耐不住 内心的狂热了 是不是 是啊是啊 嗯 那 这样好了 由你来决定吧 你想唱什么歌给我们听 想唱什么歌哦 那就 既然 蓝风歌刚刚都讲说 听了不过瘾 现在2011版的彩虹 那我就 先唱一下 就是彩虹给大家听 2011版的 OK OK 好的 那下面说 接下来的朋友 把你的耳朵收起来了 我们要听到的歌曲 来自于张欣杰 这个在专辑当中 没有完成版的一首歌 彩虹2001 有请 只要不醒过来 只要不醒过来 提问别人 提问别流走 好多话想说 好多事要做 请天空给我 请时间给我 再多一點停留 身為一道彩虹 雨過了就該散兩層遍天空 讓我深愛的你感到光榮 身為一道彩虹 請千里也要還你一段笑容 夠了我愛你 不必人懂 不必人懂 謝謝 我覺得突然有點寂寞 一個人的掌聲有點不太夠 但是我相信雙劍前的朋友 應該已經和藍風一樣 把掌聲響起來了 其實我覺得真的好像 這幾年的力量會讓 星傑慢慢的變得更加的沉穩 剛剛雖然聽的有一點 稍微有那麼一點不清楚 但是有聽到一種 更成熟的張星傑的味道 會不清楚 稍微就是你知道 電話和現場絕對是不一樣的 真的抱歉了 跟大家說聲抱歉 不好意思 沒關係 其實我覺得星傑這次也很辛苦 因為人遠在台灣 然後要和咱們內地的很多電台連線 對你來說 我覺得也是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讓大家認識到自己 然後並且希望把自己喜歡的東西 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對不對 其實我就覺得 至於這次能夠到內地 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專輯 其實我蠻開心蠻樂意的 那就是一直不斷的努力 想說弄透過這個連線啊 就是好好的表現自己 然後讓大家可以多多認識一下張星傑 嗯 那其實節目時間有限 我們只能再給星傑一首歌的時間 讓大家來認識你了 你再選一首歌吧 自己的歌或者編的歌都OK 哦 好 那我還是唱我這張專輯 打開星傑的歌曲好了 OK 那我現在要唱的歌呢 就是剛剛有提到 這首歌叫做愛了就沉淪 OK 這是一首很抒情的歌曲 希望說之前的朋友可以 被張星傑給融化了吧 好的 來有請星傑帶上這一首歌曲 愛了就沉淪 推開門的那秒鐘 有一股想逃跑的衝動 全身邪忆像瞬間被湊走 冰冷的感覺 蔓延到胸口 我卻表現得從容 我卻表現得從容 不意外也不驚慌是錯 你和她的分 她的感情 是你太堕落 還是我太放縱 還是我太放縱 我只是個平凡的人 受傷也會痛 也會想放手 衝刺陌生 我只是個平凡的人 愛了就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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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平傷痕 要失去靈魂 怎麼做才能 快樂 謝謝 好的 謝謝欣姐 這首歌呢 沒有掌聲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我已經被它融進去了 有一些感動 因為其實剛剛故事講的 有一部分和我 前一小段時間的經歷 有一些像 所以心裡面有點 震災低血的感覺 覺得要感動一個人 會不會 就是因為 每一首唱情歌的人 我相信都希望可以 讓自己的歌曲 可以打動到對方 自己會不會覺得 還蠻有壓力的 嗯 對啊我覺得 對啊 就是其實做歌手 其實做這個 就是一門功課 就是唱歌 很多人很會唱歌 可是就是 就是沒 要就是想盡辦法打動人 真的是一門功夫 嗯 是 那其實這盤專景呢 在台灣是三日份已經發行 而內地呢 這個月剛開始正式發行 所以 內地來說 張欣姐還有很多仗要打 當然也希望有一天 欣姐可以來到咱們這裡 然後和現場 咱們可以現場來聽你彈吉他 然後現場來交流 覺得會更加的淋漓精致一些 對啊 我覺得其實 沒關係 就是可能今天有點 不好意思 因為透過這個關係 可能聲音不是很好 那就是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沒關係 我覺得 心結真的 有些時候會讓人覺得太成熟了 因為心結是比我還 呃 應該是小兩 我記得應該是二十二三 左右對不對 十二四 二十四 那就比我小一歲 然後聽起來 我怎麼覺得比我還成熟呢 就是懂事了 懂事了 懂事了 我覺得也尚好是 因為男人 現在並不是說越小越吃香了 而是越成熟 越有魅力 越 那樣那樣那樣 對啊 而且其實我想私底下 要請教一下如何減肥 我身邊還有包括我自己都 滿滿滿滿滿想的 喔 其實我覺得運動啦 因為我現在 因為前一陣子是進那個健身房 有一些重量訓練啦 然後跑步 那現在我來維持的 因為已經瘦下來 那我現在維持就是 就是會跑步這樣子 嗯 來去跑步 那其實飲食也很重要 就可能吃清淡一點 嗯 我也正準備十月份開始 因為我去年的十月到十月 是吃素 然後今年也是打算同樣的時間裡面 繼續吃素 覺得反映有利於世界 咱們要綠色健康一些 環保一些嘛對不對 其實也也不是說吃素 其實也可以吃肉啦 吃一點肉這樣 就是三餐的營養均衡很重要 我是有把雞蛋放在素裡 也不是就是我沒有把雞蛋放在昏裡 因為他就是中間有一條線 確實可以左右移動一下 OK 好了這個減肥的話題 或者說就覺得每個人努力讓自己的身心 都保持到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態 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對啊 OK 那這次和星期聊天也非常開心 然後因為對我來講 我也是看星光大道的人 所以也特別會高興一些 因為你的比賽 你那一屆 你前後三屆是我 就是你 然後後面還有星光傳奇賽 是我看最多最完整的 所以印象就會都比較深刻啦 以上星節可以 不管是憑藉什麼樣的力量 以前大家對你的認識也好 或者是新的張星節也好 都讓更多人認識 並且喜歡上 也希望你更加的加油 好不好 對一定要加油謝謝啦 那在這邊呢 真的要謝謝各位朋友 這樣子各位的支持 那如果想要了解我更新的現況的話 可以到我的新浪微博關注我 這樣子在那邊有我最新的動態 OK好的 找藍鋒也可以找到星節 因為藍鋒有關注星節 而且好像是 我最新的一個關注 欸 那也要去關注 對對對 OK好那最後還有一首我可以放放你歌的機會 那你選一首吧 放歌的機會 對對對 那就欸 剛剛好這一次呢 有邀請到一個內地知名的製作人叫小柯老師 嗯 對小柯老師他在我的專輯裡面幫我量身訂做這首歌 叫出發 嗯 這首歌主要是講說呢 就是呢 重新出發 讓你們可以尋找到下一段幸福的旅程這樣子 OK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的那也希望星節這一次出發 可以一帆風順好了 對好 OK好的謝謝星節 拜拜 謝謝拜拜 好的我們來聽這首歌吧 這是來自於張星節在全新專輯2011年發行的打開心節當中的歌曲出發 如果你喜歡張星節的話 一定要記得去支持我們的正版專輯哦 好的 這是張星節歌曲的名字叫出發 我是蘭峰 待會回來 時間過了不久 明白我的心痛 我想你會努力學會 在流淚 你開紅燈也剩下一片漆黑 你睜開雙眼去看不見 我再見一面 只要每顆笑臉 我心在過天 你快不快樂 我出發到明天 沿途也忘了閉上 你哭泣的臉 留在昨天 我瘋 我不要再回去 不要再去想起 那個笑臉 燦爛喧化的記憶 思念總是兩人太清醒 有消息 結果刺激我沒聽進的心情 我不要再回去 不要再去想起 那些糟糕 很冷靜的風景 我像你一樣勇敢出發在屬於自己幸福的路上前行 時限過了多久 你愛我的心痛 我想我會努力學會 我在流淚 每一开梦的夜 剩下一片漆黑 散开双眼 全看不见 我再见一面 只要你个笑脸 我现在过得快不快乐 我出发到明天 沿着一门悲伤 我让你哭泣的脸 留在昨天 我疯了 我疯了 放回去 我要再去想起 那个笑脸 灿烂喧哗的情 似的重心 两个太清醒 那个消息 就会采透了不丁净的心情 我不要再回去 我不要再去想起 那些糟糕 不丁净的风景 我像你一样 勇敢出发才属于 自己幸福的路上 全新 我不要再去想起 那个笑脸 我不要再回去 我不要再去想起 那个笑脸 灿烂喧哗的情 灿烂喧哗的情 我不要再去想起 那个笑脸 我不要再去想起 那个笑脸 你当勇敢出发才属于自己 幸福的路上 全新 因为我不要再去想起 那个笑脸 我不要再去想起 那个笑脸 我不要再去想起 那些练脸 我不要再去想起 我看你 你还在做什么 又生日 我不要再去想起 那个笑脸 我不要再去想起 那个笑脸 我不要再去想起 我我妈 我不要再去想起 然后我再去想起 那些梦见面 我的梦见了 我都能你要去想起 一些生命期末的人也很多 旧歌 能不能排解一下你的期末呢 白天歌 開始感到激躁 開始有點像有人陪有人玩 有人多想 就算只有一次也好 走進幾個年里上 夜 笑白天堂 有點算沒有很了解 兩人同時一人也沒 對 看看我手邊 沒有人比起好對 開始有自己講 開始想要哭鬧 開始有點像 有人嘛 有人聊 有人比我看 大別差 和男人散笑 我在房間很小 請我愛的我 一大笑 不能再也不好 我的孩子很小 只能再問你說你好 只好花枕頭 當作你的身體 尊敬擁抱 像我這樣很小 男人 誰在無敵人 當作你的手機很溫 速食注意見 浪漫了 成衣無敵溫 灰諾 水都好 激活了 水都好 水都好 水都不好 水都好 一起烧吧 心小小的梁石炮 快加一点点点的味道 我的车子很小 空虚熬的我 一起跑 鸭开脚跑不了 我的梦想很小 温暖从以来 有个招 两个山脚的繁忙 我的天分很少 爱是谁能依靠 幸福没有迟到跑 小男人听不懂 只要想要 我做得到 好的 我们来听到的歌曲 来自于张欣杰歌曲的名字 刚刚又和大家来介绍 不知道收集前的你是否还记得 静默便利店 好的 我是蓝风 您收听到的是 FM984 蒙次广播电台 都市生活频率 这个时候蓝风 继续为您送上的是 音乐CAP Channel 果然是我最后 欢迎各位继续 留守收听